剛剛我們談到這位案例 她的妹妹是從日本回來 照理說要有十四天的這一個隔離 那這是他第十天就去找他哥哥了 那為什麼說這個是蠻重要 因為日本現在是鎖國的狀態 剛宣布的 就日本一天都大概超過三千個病例 所以他們認為很嚴重 如果一個本土病例 不知道病原就已經很緊張了 他有三千個病例 所以他把全世界的人要進去 都隔離起來 除非你有商務上的需要 那也開放十一個國家而已 那談到這個事情 我不曉得作為醫護人員 怡黎你怎麼看這個事 感受 因為我覺得現在可能網友 還有那個益銷 可能他接觸到這種事情 他可能覺得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病人沒講 但是因為我就報導來看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病人其實第一個 他癌末 還發燒 然後再來就是他心跳加速 可能他在極度不舒服的情況之下 上了救護車 那上了救護車之後 可能就到了醫院 可是他我個人覺得 應該不至於是惡意不說 因為他到院之後 其實他有表明說 他其實有接觸到他妹妹 所以有可能病人 在不舒服的情況之下 可能一陣混亂或什麼 上了救護車之後 他可能就被急救了 可能也沒辦法講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不是在這前面 這一端 就是說在所謂的勤務中心 這一端 是不是在SOP上面 可能有可以有 有一個空間 就是說要不要問他說 是不是 因為畢竟現在在防疫期間 除了問他怎麼樣之外 可能是問他說有沒有接觸 就像我們進醫院一樣 像我們進醫院 你不是要插健保卡嗎 之前防疫的時候 插健保卡也要問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不是在前面這一段 因為有時候病人可能不舒服的情況之下 他不是故意的 是 英國有漢 瑞士有一個滑雪勝地 對 然後英國去了四百多個 因為現在是冬天 大家在滑雪 那因為英國發現了變種病毒 傳染力增加七成 所以瑞士說那這四百多個人 我們要把他隔離起來 要好好的篩檢一下 結果想到要篩檢 說半夜 半夜跑掉了兩百多個 全部落跑了 現在全部落跑了嗎 聽說一半以上的都落跑掉了 對 我知道落跑兩百多個 還更多 更多 因為他們一聽說要被關起來 還是要被距離起來 趕快走了 對 不然他們假期 就全部泡湯了 對 我想說他是滑雪勝地 表示都下雪 這要晚上怎麼跑 他們可能一定是跑下山 趕快離開 要不然一定會被封在山上面 對不對 所以他們可能有人自己開車去 或什麼 他來得了 他一定有辦法離開 想跑有辦法 還有他的江湖東區 搞不好想跑有辦法 連夜拔影就往山下走 因為為什麼 要不然他真的 現在Christmas 一直到New Year 他全部都是放假期間 那個假期都泡湯了 他如果將一把他關個七天 他就結束了 可是他們應該要 不是也要有一個公德心嗎 沒有 這一種的很乖 我是覺得國外 他們還覺得不是太嚴重 你看就即便 即便英國這麼嚴重 說有變種的 很多歐洲 歐盟的國家 把他封了 但是照理來講 英國人就不應該去到 別人的地方去度假 他們知道英國也有 他還要不辭千里 從英國跑到瑞士來滑雪 你就知道他心態上就會覺得說 這沒有什麼 就出去玩一玩 回來再說 等過完年 一切等過完年再說 所以我想他們的心態是這樣 所以這一次那個紐西蘭機師的事情 不是大家也一度很緊張 很緊繃 想說十四天過去了 幸好沒有傳出來 後來大家就在討論這個事情說 真的是台灣人體質特殊嗎 其實並不是 大家就覺得說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在很多賣場 或者是公共區域 或者我們個人的一些觀念 警覺性 都有比外國人要高 要強 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的防疫才有辦法控制住 因為到現在 不管是日本那種佛系防疫 或是歐洲歐美 他們的狀況 會散得那麼厲害 純粹就是真的是 因為他們的警覺性 沒有那麼高 其實台灣人的公民素質 這樣很好 對 我一直要講 你看從防疫開始 全世界會排隊買口罩的 台灣 會排隊買酒精的 台灣 所以其實民眾他們 我覺得這次的防疫 當然指揮中心有做很大 會排隊打架的 那有個國家 其實民眾他們是很注重這一塊的 要不然他就會像歐美國家 你有口罩有就戴 沒就不戴 那有人甚至把內衣反穿在外面 或者是 那個沒有隔離效果 那請教一下小黛 有接觸史而不明講 有什麼法律可以罰嗎 其實他們現在指揮中心 現在所有的罰則 都是由各縣市衛生局在裁罰 那我們就講幾個 就是說如果你刻意的 刻意的隱匿 你的所有的旅遊史接觸史的話 那或是說 你在居家隔離檢疫期間 你趴趴走 那當然我們最明顯的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前幾天 發生的那個扭擊機師 他打死他不講 他跟那個女生 去了哪些地方 就是打死不講 那所以馬上 那個桃檸市衛生局 一罰就是三十萬 那之前其實也有一個 我們碰過 其實這個案例非常非常多了 那當然他的裁罰 是六萬到三十萬之間 又看那事他情節輕重 那我們之前在臺北市也碰到 這個罰太輕了啦 對 其實真的罰太輕了 拜託人家外籍移工來臺灣 晚上只是出去八秒 跟泡個滅 就罰十萬了 是 時間不成比例 所以我們要用八秒來乘 超過八秒十萬 再超過八秒十萬 再超過八秒十萬 那他就 累進罰 就是累進罰 就像現在交通罰單 他只有罰一次 對 目前只有罰一次 所以移工只是月入才兩萬 所以現在說 他月入四十萬 所以現在說要有特別立法 就是說針對這些比較 不聽話的 不守規矩又刻意的 不能只有把它上限三萬 因為他月收入聽說 四十萬 不只 因為如果有一些加班 你機師本來就不只 不只 比我還高 可是貨會蠻多的 都要帶你 帶女生去夢街 這我就不知道 所以他們就是說 要有一些特殊條款 那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講的那個TOCC 那其實我們都有交代了 就是旅遊史 職業史 接觸史 群聚史 進醫院要問TOCC 事實上我們在救護車上也要問 應該是一上車 其實如果那個老人家 那個那個伯伯 如果他比較有點警示說 我妹好像才回來 他只要一上車講 其實現在開救護車 其實是一個風險很高的行業 因為你不知道載到誰 因為 不好意思 我真的說一下 你如果是國外回來 住在大樓 所有的處兵 大家都知道 對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會看 你有開門嗎 你有處理嗎 有沒有探頭 有沒有 哪吃的 你知道我朋友 今天早上才在講說 他突然間送小孩出門的時候 看到樓下有一大堆 那個一看就是長城旅行 回來的行李 他就很緊張 想說他們那一棟 怎麼會突然出現這樣 然後結果反正後來就趕快 連就是東問西問 問鄰居才知道他們的樓下 有一戶原本十幾年都沒人住的 突然有人住在裡面 有人聲 然後那堆行李也不見了 然後門口有一些 就是看出來是那種居家的 什麼外送箱 食物箱 整個就警覺起來了 就想說應該是有國外回來的 民眾在居家建議 那個如果封條還沒有還沒有拆 你就看航線倫敦到台北 是有看到所以很緊張 是從美國回來的 美國也要緊張 對啊 所以就是趕快聯絡 就是大家民眾的警覺性 真的是還滿高的 真的是全民戒備 所以現在不能隨便提行李箱 而且像你看我們昨天從英國回來 那個搬機 對 那我覺得我當然是 就是說隨意的用比喻方式 你看我們這一百一十七名 的乘客裡面 他是散居在英國各地對不對 然後要回來台灣 一百一十七名回來 第一批就三個確診 等於是百分之二的比例太高了 對 他不是說 我們就用抽樣的方式來講 我覺得這比例很高 所以那真的大家是真的要防備 對 如果你在捷運上 沒有車 沒有座位 你就提一個行李箱 然後上面貼著 倫敦台北 保證有座位 保證有位是不是 保證大家亂坐 瓜哥 牌子更快 我從倫敦回來 沒有啦 沒有這樣太 這樣是錯了 不行啦 這樣會被罰 他做大眾運輸過去 不可以 不可以 他說他十四天解禁了 對啊 我解禁了 解禁以後 那應該就還好